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面具男啊 梦是面具男 今天呢 怎么说啊 想给大家录一期就是 咱面具男说到的第一季的最后一期 啊 最后一期视频啊 嗯 怎么说吧 想做成一个系列啊 就是目前一手头上的刀来说 我第一季我觉得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啊 然后 还欠大家的就是一个 这个18的一个开椰子的视频啊 还欠大家一把一把18开椰子的视频 但是我说过啊 这把18是比较 比较难搞的啊 比较难搞到的 所以我我我我我到时候 我再入一把18再给大家演示一个椰子 开椰子啊 这个椰子放钱啊 我随时都能买到啊 嗯 这样我的我的视频 这样 我的手机可能拍不太全啊 大家尽量 大家尽量啊 然后这是从头到尾给大家说的几款刀啊 都有 嗯 现在就是集体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集体给大家展示一下 同时也有个大家心里有个 呃 对比对吧 从大到小啊 都对比一下 我动动镜头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 动下镜头大家可以都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嗯 嗯 然后吧 呃第一季结束啊 其实是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啊 其实并没有说完啊 也不是跟大家说 其实是为了做我 作为我自己玩到的一个 一个见证帖子 一个见证视频嘛 对吧 也也不是说我也不是专业做视频的啊 啊包括 嗯 做这个视频啊 有很多人就是给我提出了很多 很宝贵的意见啊 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啊 嗯 包括几个就是圈子里面的 呃很厉害的啊 像时代啊 像那个九曲啊 还有这个 呃东哥呀 对吧 他们都给我就是说 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呃 但是吧 呃 我总结了一下他们这个意见和建议啊 意见和建议都是很好很好的 但是 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 我同时我想保留我自己个人的风格啊 个人的风格 这两天感冒好了 嗓子也恢复正常啊 其实前两天那个嗓子是真是不太好啊 真是不太好 然后 保留我自己的风格呢 就是 随心所欲啊 我不需要任何的章程 对吧 嗯 其实原先也给自己定了个章程 但是后来我还是想随心所欲的说啊 不受限制的说 挖刀嘛 还是要快乐高兴为主啊 然后今天就是 没什么别的东西啊 也不给大家再介绍别的刀了 就是还是这几款刀啊 嗯 然后查却不录一下啊 查却不录一下 嗯 主要还是 就是前期犯了一些小错误 然后这次给大家重新就是从头到尾说一下啊 首先从第一把开始啊 从第一把开始 这把 这把 这把关注啊 大家也看过了啊 嗯 经过开椰子 也开过椰子 也也 这也是我平时使用最到最多的一把了啊 嗯 加上使用的话 这把刀是非常好的啊 非常好了 然后 但是由于它这个外观是比较跟这个蝴蝶的940比较像啊 嗯 怎么定义 所以说它的位置是很尴尬的啊 它的位置是很尴尬的 嗯 总的来说现在不推荐玩仿刀啊 不推荐玩仿刀 但是 你偶尔自己玩玩也没什么事情啊 也没什么事情 嗯 这把刀 其实我当初说的已经我觉得够清楚了 加上它通过了这个这个开椰子的这个测试啊 是很不错的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通过这个开椰子 这个椰子我感觉啊 能打开这个椰子只是一个轻度的测试啊 一个很轻度的 就是日常使用的一个范畴 它并没有在我的这个 呃 我给原先给大家设计的那个 呃 就是说 户外能满足户外的使用要求啊 它并没有满足我 我的那个户外使用要求 因为我的那个户外使用要求 是要有这个铝板跟那个罐 跟那个呃 铁皮罐头啊 还有那个叫叫叫 呃 还有木木头啊 对吧 是有很多还有很多那种那种东西啊 它如果没通过那些测试的话 我是不认可这一把刀能在户外使用的啊 嗯 虽然说户外不同一件使用这个折刀 但是 嗯 折刀控嘛 对吧 肯定是要把折刀折刀就是玩到极致啊 然后第二把 时代这把折刀啊 这把折刀是很好的啊 当时在说的时候 嗯 错误的地方也不多啊 这把刀也不多 因为这这两把刀都是我真正正正正实际使用过的啊 实际使用过有很深的感受的啊 就包括日常使用 大家也能看出来上面有使用的痕迹啊 现在包括时代要推出一款新的这个呃一个大宝剑啊 然后我说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的 虽然我买不起啊 虽然买不起但是个人也是比较期待的啊 嗯 看一下实在这个设计啊 嗯 好 这把刀也没什么 就是说错了的地方啊 然后没有说的太过的地方 说的太过 第三把这个关注这把小菜刀啊 这把是露面就露了一次面啊 出场是比较少的 这把刀我主要是感觉它这个刀型比较比较怪异啊 我就拿来拿来这部 就是买了主要是实验一下也没具体使用 这把刀是新刀没有使用 连拆我都没拆过啊 嗯 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还不错 但是嗯 你要买来用的话是不推荐的啊 第四把就开始这个国产原创啊 国产原创这个酒区的啊 这把硬汉怎么来说呢 这是一把战术刀啊 战术刀 对吧 一把战术刀 很明显的一把战术刀 但是你说战术刀我平常拿来使用吧 这个剃头 也不能说也不能说不能用啊 但是没水机头那么好用 没水机头那么好用啊 然后这把刀的亮点也很多 给大家也说过了 也有缺点啊 也有缺点 也有缺点也有亮点 属于比较中等的一个产品啊 属于比较中等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个人还是还比较喜欢这把刀的 因为这把纯硬汉 传这个战术缝啊 传战术缝 很喜欢的 纯战术缝这把是 嗯 下面的话 这把我也没有用它开椰子啊 大家应该我当时也解释过啊 如果战术刀开椰子啊 我是不推荐的啊 因为它的刀是比较尖的 就像我没有用这个时代来开椰子一个样啊 就像没有用时代来开椰子一个样 因为正常刀尖都是很尖的啊 你用这种开椰子 你 基本上百分之百弯或者是断 对吧 因为它前端太细了 太细 加上这把刀的开刃是很薄的啊 很薄的一个开刃 开刃方式啊 是一个切片打磨的啊 一个切片打磨的 所以说 这把刀我就不会给拿得给它拿来开椰子啊 因为它不行 我非得非得拿拿它来开椰子的话 那就是毁刀啊 我个人是非常呃 不推荐毁刀的啊 毁刀测试的 嗯 当然 个别出版啊 但是但是这把刀的话 定位定位就是战术刀 你如果把它去做毁刀的话 那就违背了它的这个设计本意了啊 这个是很不好的啊 另外说一下这把的手感也还可以 手感也还可以啊 除了这个背夹稼为寡手一点 别的都还不错啊 别的都还不错 嗯 下一把海啸 海啸应该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啊 这这也是比较火的啊 我也给大家做过这个开椰子的视频了啊 嗯 海啸这个其实我我感觉还有一个小优势啊 就是各种 除了测试的强壮啊 还有切削能力之外啊 还有一个小优势就是 它的DIY 留给玩家的空间还是有的啊 近期就出现了就是海啸 这个海啸的 呃 各种颜色的柄啊 烧钛啊对吧 各种颜色背骨啊 这些东西啊 还有快开齐啊都能烧钛啊 这些还有一个小错误 说是海啸是首创的这个 可拆卸式快开齐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 因为钢尸有一款好像是有有 可以可以拆这个快开齐 但是拆卸方式是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比较 比较喜欢它这个设计的啊 这个设计是非常不错的 嗯还有别的吗 海啸海啸就是这个 说的就是这个锁啊 这个锁的问题啊 大家上次也看到了非常强啊 你只要把这个锁打过来之后 基本上海啸的用到现在啊 不点不咬 不点不咬的 真是不点不咬的 但是我也在拆卸过程中发现了几个 也不能说是缺点吧 只能说是嗯 小不足啊 几个小不足的地方就是 嗯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定位孔 对吧 这个定位刀片上的定位孔 在由于这个刀是设计的是那种 就是比较开放式的轴承 一个开放式的轴承啊 它那个滚珠啊 容易滚到这个定位孔里面 我我我就滚进去了一次 我滚进去了一次 但是我这个管比较显 发现的比较早 我用一个反冲力对吧 把这样刀片拿了拿了这样 一下子反冲力 把那个轴承给冲出来了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这个需要以后再注意一下啊 如果用这种开放性的话 最好是定位孔的轴承 嗯 跟这个 对对对 这个这不是定位孔啊 这个定位的这个轴承啊 锁定上的这个轴承 锁定上的这个轴承 锁定上的这个陶瓷珠 锁定出啊 跟这个 整刀的这个轴承啊 最好不是用的一个型号的 如果用的一个型号的话 有好处也有坏处啊 可以随时换 但是如果用的不一个型号的话 它容易 用同一个型号也有 这个错误就是 就失误就是怕滚进去 一滚进去很难搞出来啊 一般靠玩家的力量是很难搞出来的 假如有些新手或者是比较 着急在那种玩家一按 马上就把它按死了啊 很难搞很难搞啊 嗯 同样这个问题 我要说一下这个这个 就是在这个辛德勒这个刀上啊 就在这个辛德勒 没没打开啊 就在这个辛德勒这个刀上 它这个定位孔啊 是互通的啊 是通过去的 就是如果定位孔卡里卡到 卡进珠子去了 你可以在另一边用这个 顶针对吧 把这个珠子给顶出来的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啊 嗯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海啸还有什么问题呢 海啸当时说的时候 说手感啊 手感其实 当时 PS啊 大家也看到了啊 因为我用的力比较大 说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割手啊 其实 其实还好啊 其实还好 不是说割手 那么很强烈 让我没有使用下去的欲望啊 还好 整个海啸握持起来是很舒服的 包括它的它的背齿啊 这个这个这个放花齿做的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 海啸 这是我近年来买到国产里面最满意的一把啊 这是我近年来买到国产里面最满意的一把 也是用着最放心的一把啊 用到现在就是不点不摇还之中啊 不点不摇最终 有这个锁定我是完全放心的可以用啊 这个锁定其实是非常好的啊 国产 折到目前来说做做这种锁定的啊 安全锁定的应该只有三家啊 一个是卡森对吧 卡森那个设计是非常牛逼的啊 卡森是这这这这 从里面推的时候可以把锁定推开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海啸用这个锁盘 锁定盘啊 从零开始还是从风暴开始 也可以可以用了啊 用锁定盘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瑞克的那个刀啊 是一个锁定推扭啊 在这边后面也是有个锁定推扭 也可以可以推的啊 这三个设计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啊 我是非常推荐的 也是希望以后 大家在做这种折刀的 折刀的时候啊 把这个锁定要做上了 做什么 做上一个这种的锁定啊 这个锁定 嗯也是目前来说 国际上这种刀比较缺失的一个地方啊 做好之后会给人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啊 至少用起来的话 能感觉出是很安全的一个啊 然后别的话 海啸也没什么地方 嗯 有输入了吧 海啸应该也没什么地方有输入了 好 海啸先放这啊 下一款这个蝴蝶啊 蝴蝶 呃 484啊 这个刀也是介绍了 介绍过了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款 EDC小刀 我也没有打算用它来开椰子啊 因为它不适合来开椰子 呃 虽然它也能开 对吧 虽然也能开 但是这个刀呢 呃 是3毫米的厚度 跟关注是一样啊 但是它的前端是有假刃的啊 是有假刃的 它的这个水滴头 是很锋利的一个水滴头 包括它的蝴蝶圆场的开刃也是很锋利的啊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小刀的刀型啊 因为不管 我我我我感觉我握持起来是很舒服的一把小刀 用起来也是很舒服的一把小刀 这把也是把新刀啊 已经没用了 我想收藏了它 对吧 把它收藏 加上这把刀是比较居中 比较居中 然后开刃也比较整齐 然后我就把小刀收藏了啊 算是30V 而不是还30V 那个390的啊 没有买它的高配版是90V的 还有一款好像是半木头跟碳纤维的啊 那是那款我忘记要叫什么型号了 但是那款也应该也是90V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款390的啊 比较均衡一点这个钢材 然后这就是18啊 18我是说错了点地方跟一路的地方是最多的啊 是最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今天我把这个18换了这个新螺丝了 对吧 换了那个 嗯 太色的螺 太 不太色了 蓝色的这个太螺丝啊 蓝色的太螺丝啊 我拧的比较紧啊 拧的比较紧啊 没有给大家挑事 然后 这里说着吧 18的同时 我再给大家介绍 就是推荐一款 就是一个小跳门啊 用一根竹筷子 这个不是啊 sorry拿错了 用一个竹筷子啊 用一个竹筷子 来做这个18的扳手 对吧 用一个竹筷子来做啊 虽然这几个螺丝没办法 这几个螺丝只能用就是那个 那个螺丝刀啊 主轴螺丝有的有的就是买来18啊 怕刮花 尤其是这种态色的螺丝啊 可以把这个一次性的筷子 对吧 削割这种头 削割这种头 对吧 把它的扁平方向 这边去一点 这边去一点 留后一点对吧 留后一点 然后就可以正好卡到这个 这个18的这个槽里面 正好卡到18槽里面 这样的话 拧起来就很舒服了啊 很舒服了很舒服了 嗯 并且这个竹子由于比较转 他也不会去刮花这个螺丝啊 也不会刮花这个螺丝 加上18的螺丝是比较好拧的 因为他螺丝胶比较少 刚出厂的螺丝胶是比较少的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珠子 这个筷子 这一头啊 这一头 能看见吗 因为是比较圆的啊 他拆的时候 由于这个18的做工是很精细的啊 很联系 他的这几个螺丝啊 就是嗯 你如果 因为三个螺丝 螺丝是比较多的 你如果把这个拧开的话 这个螺丝如果 他的弓箭气和度非常好 他会自己滑出来 自己滑出来啊 非常的顺畅 嗯 而 而这个隔住呢 就会隔在这中间啊 比如在安装的时候吧 大家可以把隔住放上 然后 由于隔住 他的位置不准去啊 用这个再稍微一弄 对吧 一弄一弄它 然后隔住跟这个螺丝孔 保证冲得严丝合放啊 然后再把这个一对 然后把这个螺丝立定上 很很轻松就安装 安装成这个拆装 拆装工作了 现在我给大家调试一下这个 猪猪螺丝啊 18是需要调试的啊 一般出厂的话 他会给你调试的比较好 但是啊 特别的是需要自己调试一下 看我稍微调试一下啊 快开就非常给力了 嗯 然后看一下啊 居中的 对吧 刀片是居中的啊 这个不需要再做多 过多的解释了啊 上期给他解释的事比较多了啊 快开是 稍加调试快开就会非常给力啊 并且依旧是居中 最后这一把啊 因为我昨天心情不太好 给大家解释的不大清楚啊 就是主要这把刀时间长了也没用啊 轻指缸的一个肥和手特大号啊 肥和手特大号 嗯 这把刀用起来是很舒服的啊 用起来很舒服 但是我推荐用来练习磨刀啊 用来练习磨刀 因为我的磨刀技术就是通过 这把刀练习出来的啊 通过这把刀练习出来的 嗯 还有昨天给大家介绍那个小窍门啊 就是用这个牛皮在里面 隔三块啊 我这边隔了一块 这个地方隔了一块 这个地方隔了第三块 能看清楚啊 第一边 我看不太清楚啊 那是啊 看不太清楚 然后我隔了三块牛皮 这样的话 这把刀的话 碰下来的话 就不会碰到这个铜饼了 然后就是刀刃跟牛皮结束啊 是把这个牛皮夹在里面的啊 把刀刃夹在里面 并不是说让这个刀去切这个牛皮啊 所以到现在这把刀依旧可以断发啊 依旧可以断发 依旧可以断发